日前张卫健老婆张倩在微博上传新照 相片中张倩腹部突起疑似有孕 不少网友留言问是不是有了小宝宝 曾经历小产直痛的张倩说 无论什么境遇都要给自己正能量 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完成每一件事 即使失败也对得起天地良心 因为尽力了不要被外力影响认定是对的 值得的事就去做人生经不起蹉跎犹豫 简单的回应让怀孕传闻更加可信 2008年时张倩与张卫健结束十年爱情长跑 进入婚姻的殿堂 之后张倩怀上了小宝宝 暂时怀孕八月的张倩最终却不幸流产了 医生替张倩抛妇抢救胎儿 可惜返魂无数 此事令张卫健及家人度过了一个最黑暗的新年 夫妻二人一直抱着留得青山寨 不愁煤柴烧 只要身体调整好了 造人计划随时都可以这一信念 逐渐走出流产阴霾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近五年时间 张倩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再次传出怀孕消息 让不少粉丝很是欣慰 纷纷送上祝福